胡大哥又能否成为黎大姐晚年幸福生活的引路者呢 广告回来相亲开始 我知道 她们的房要卖 你们不要上北京吗 这家人为了我抢门 你好 请进 您好 咱正式介绍一下的 这是胡长林 胡大哥 然后李贵之 黎大姐 你好 你好 你家住在同学什么地方 武宗户院 我看离你家挺近的 在冲口是不是就江边 对 我看到他我们打学过来就六块钱 然后对于你家在这个同江小区 叫同江小区 我知道 我说我去过 武宗户院 我觉得这么一打眼一瞅 这人就挺顺眼的 像我们我就喜欢哥哥的 对的印象不错 我做点就是她挺实称 让你心里踏实 你心里的踏实 过日子现在这个事情 你现在这个就不好碰到 能不能生活在一个频道上 或者生活各 你想一个人 每个人生活都是几十年了 现在同在一起 让大家互相应和 那得需要一段的磨合 初次见面 李大姐看到身材瘦高的胡大哥后 心里就一直在小路乱撞 而外表朴实的李大姐 也给了胡大哥一种莫名的踏实感 两个人刚坐下 胡大哥就率先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 我今年69岁 52年是苏大楼 69 对 替我大 你六几年生 我52年生 大 大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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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61年生 我是52年 但你身体还挺好 是不是 我身体状况都没什么情况 我爸 我一年一年我都不吃一盘药 我也一年一年不感冒 轻易不感冒 我没有刚才我跟说 我说我家就盖片是药没有药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自然情况 我52年生人 今天69岁 52岁你太年轻了 身高是1米79 体重现在胖了点 还行 不胖不是 150了 穿着鞋 就你这样我都能解释 我爸 我告诉你啥 我挺在意哥的 嗯 因为我阿姨就高 我就喜欢哥哥 是不是 嗯 自从见到胡大哥后 李大姐脸上的笑容啊 就一直没断过 而十分在意对方身体 是否健康的胡大哥 再听到李大姐 一年都不吃一次药后啊 也十分满意 不过对于自己 现在还在工作这件事 胡大哥觉得 应该提前跟对方交代清楚 万一女方介意呢 我现在有份工作 我这份工作呢 呃 我想干到什么时呢 干到我正式找到老伴之后 干啥工作啊 我在一家公司做法务 我现在是 我现在社保公司 啊 法务 律师啊 呃 他不是律师 但有点那意思是吧 对对对 那你挺厉害啊 还有第二职业呢 不是 行 关键是啥事 平时几乎就没啥事 对不对 只不过是 呃 就是我不用上招拔 晚五这种上班 一个月得多少钱 五千五 一个月五千五 那行啊 咋老爸这活我看也能干呢 大家干 阿姨干的吧 哎呀 我首先我还没讲完了 你听我继续讲 我这份工作呢 为什么说展示的话 就即便我们去南方生活的话 也有工作可以干 呃 我不是出了这个行业之外 我可以干别个 你比如说干一些企业的什么策划呀 或者是销售的这个规划呀 你去南方还能干吗呢 我在企业呢 算工人 在在单位我是商人 我做的工作呢 原来是计划经纪 后来是市场经纪 房地产的事情也干过 就是搞物质流通也干过 又开过煤矿 又打过石油 哎呦 经过的事情挺多 哎呦 他这厉害呀 我觉得我好像配上他 他说我觉得我也配不上他 他太厉害了 我成年太厉害了 我这啥也不是 你这么说我无地自由了 不是 这种情况你可能接触面太广 太太 太小 太小了 你要在北京圈子里面就清楚了 尤其像我这种坎坷的人 从小地方到北京混的人 要是没有几个技术 没有点色彩 混不下去 就在胡大哥继续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时 原本在一旁还听得津津有味的李大姐 突然就打断了胡大哥的话 听李大姐这话的意思 怎么好像有点打退堂鼓的意思呢 究竟李大姐打断相亲背后的本意是什么呢 他和胡大哥的相亲还能继续进行下去吗 广告回来相亲继续 我在企业呢算工人 在单位我是商人 我做的工作呢 原来是计划经纪 后来是市场经纪 房地产的事情也干过 就是搞物质流通也干过 又开过煤矿又打过石油 经过的事情挺多 你也在这厉害啊 我觉得我好像配不上他 我说我觉得我也配不上他 他太厉害了 这样子这老头我现在给他打分能打八十分 你这是面苹果 咱不我就不跟你说吗 咱一个咱就是工人 真的 咱就知道会做饭 会收入我 就这些东西咱都不懂 你就是跟他俩我只能是仰慕他 我只能是仰慕他 哎哟老头你太优秀了 那我俩都在一起过 我就说说老头太优秀了 我跟你说啊 至少我仰慕他 我就觉得 这男多才多艺挺好哈 无论是从胡大哥高大儒雅的外表 还是他丰富的人生阅历 优秀的都让李大姐心里是压力倍增啊 不过李大姐转念又一想 找老伴不就得找各方面都优秀的吗 胡大哥的确实很好 可是论条件他也不差呀 我跟你说 我是一气自动 就欺赏的 我也是上欧 我丈夫四十八那年就去世了 所以就说 管我这一生吧 就是平平淡淡过一生 我就是工人 我也没什么素质 反正 但是 真的我没什么素质 但我也不是说 就是 就出外的就是张花连篇的 我好像还不那样 反正就是说 平平凡凡凡一个女人 你要说我跟俩过日 我只能成云成云过 我不是说吗 不是有钱就快乐 你说我房子我还真 我冬天我上海南 我海南有房子 房子不大四多米 但就说两个住也过三周 三周 就是海南我一般我们去的时候不住时间长 就一个多月两个月 我那有套房 但是这个房子 我首先声明 这不是我个人财产 是单位财产 但是以我的名 那房在哪 在海口 燕林小区 在海口 海口里我们那里进 我们坐飞机上 那么大 就屋子三大厦后头 燕林小区 除了这套 通完这套房之外 在那个三角县 你可能还不清楚 就是我弟弟那个 他们单位 他是铁路的 他买房的时候 当时他没有钱 他们工人那时候挺困难 后来我出钱给他们 就是 就带入鸡子房 买这个房 嗯 把完之后呢 他说二哥你要这套房 卖以后 就上回来住 我说也行 我在鸡岩呢 还有又盖了个平房 家还有房子 哎 平房 平房 这不大地主吗 可能有些 我哪都有忙 这大地主 这不是大地主 我和你说妹妹 我是工心阶层 你工心阶层 你工心阶层 人家这么有钱呢 三万五万还拿不出来吗 谁拿不出来吗 你偷换了那个鸡岸房 三万五万能买下来吗 我花了五万多块钱 盖 那么便宜啊 我盖的 平房盖的 哎呀挺好 本来李大姐提到去海南生活 是想在胡大哥面前展示一下 他对未来生活的设想 可哪成想胡大哥之不经意的一开口 又在经济方面 一下子 让李大姐觉得差距更大了 这边还没等李大姐反应过来呢 胡大哥那边突然又抛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你会开车吗 不会 说这个是个遗憾 我为什么说这是个遗憾呢 我的想法就从现在开始 有老伴以后呢 我就尽情地享受生活 年龄大了吧 就是能走的时候 多走点地方 多走到地方享受生活 精神生活 物质生活都要享受 我就享受每一天 现在是我的主要生活 主要的想法 为什么精神生活呢 你说咱自己开车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想在这里玩几天就玩几天 你没有车的话 你打车 有时候到农村去不方便 咱要出门 坐公交车很方便 不行咱就打车 再说咱轻易也不出门 就给家这一片 用不上 咱们出门吧 咱就出来 这有点遗憾 咱就打车 要不行咱就坐公交 这很重要 你比如说现在说东北 寄我来东北 东北现在想去长白山走 开车去长白山 长白山玩几天玩腻了 静波湖 五大莲池 喝的是黑龙江走一走 看一看 坐一圈累了 找个地方休息一天 这不也挺好的 是不是 说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不局限在一个城市 你会开车啊 我会开车 你有的话你开不就得了 我不跟你说一二开太累了 欠欠 您那也会开车 您知道这个情况吧 一二开车多累 就像我们的时候开车的少 我是喜欢 我跟你说 这样方便 特别方便 你要找你的开车 你要先找年轻人就行 年轻人像我姑娘都会开 你像我们的时候开的太少了 我没考虑 但我喜欢男人开车 我早些年轻人我不喜欢 现在我喜欢 有时候开车挺好的 没事儿俩人溜的溜的 开车也挺好的 胡大哥接连的几番介绍 让起初心里 原本还很自信的李大姐 是越聊就越没有底气了 眼前这个男人 无论各个方面 都完美的无可挑剔 可是这样的男人 适合跟自己过日子吗 层子数字太高了 那你看人家啥都会 那一数字不就高吗 那和你真的就不一样 咱们就是公园 你跟人家 你话说白了都 都属于不是一个档次 就是我说老头太优秀了 咱配不上人家 其实我跟你说 我就想找个老头 就是本本分分的了哈 就是安定过日了 优秀的胡大哥 的确让李大姐清目不已 可是心里也很有自知之名的李大姐觉得 婚姻还讲究个门当户对呢 在爱情里 她更希望能遇到旗鼓相当的那个她 我说实话说 但是要单纯想住家过日 倒可以 这个人倒可以 挺直肠 而且挺朴实 我觉得这种女人好相处 但是不太理想 我从我内心不是我想的这种人 想找的这个 我想我想找什么的呢 这个人呢 从说到聊天呢 一定不就是幽默 含蓄 这你应该懂吧 他不会含蓄 我喜欢弄完这都在脸上 我高兴我脸就乐好 我不高兴我就不吱声了 那就是我生气了 我最主要什么情况 就是我还想找一个能开车的 那行 我就想找个精神生活物质生活 那行 那行那行 没毛病 但是我们这见一面也算是 也是缘分 缘分 也挺好 以后有机会到北京 合适我来通话的话 行 我们联系 没事 我没意见 他说不合适没事 我跟你说我能屈能伸 你再说俩人没想到你 他太正常了 那就说你看 我不太喜欢你的性格 那就很正常 这动作样张的时候 我说你不用要上 他不同意就说不同意 没事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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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